Odia Jungle 有名,刘傲被赵氏姐妹弄得神魂颠倒,最终死在赵和德的肚皮上,关于赵飞燕和赵和德的证事也是满天飞,大嘴就不凑热闹了。 说点冷门的,汉成帝身边的两个文艺女青年,第一个文艺女青年是许皇后,刘傲的第一任皇后,许皇后的身份有些问题,她是汉宣帝老婆许平君的堂侄女,汉原帝刘氏的表妹, 也就是汉成帝刘傲的表姑妈,这段婚姻是孤直恋,乱伦,是脏堂乱汉的又一个例证,许皇后是一个文艺女青年,史称后聪慧,善史书,写的一首好例书,最能反映许皇后文艺女青年素质的,是她写给皇帝的一道奏书,当时,各种天灾意象频发,很多人都把这些事情,看成是上天的警示,归咎于新兴的王室外妻, 王室外妻为了转移火力,八非国王许皇后头上扣,汉成帝也认可这种说法,对许皇后的财政预算大普削减,许皇后写了一封著名的上书言交房用度,引经句点,编辟入理,维护自己的利益,一道来自后宫的奏书,能够长篇大论地记载在正史上,这是很少见的事情,也反映了许皇后的文采的确了得, 从太子妃到皇后,姑妈宠冠侄儿的后宫十多年,其他妃子基本没有机会,不幸的是,许皇后先后生了一儿一女,但都夭折了,岁月流逝,容颜见老,尤其是赵氏姐妹的出现,没有此次的许皇后逐渐被冷落,在后宫,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, 但身为文艺女青年的许皇后商春碑秋,跑到街街许叶那里诉苦,许叶也是个会添乱的人,居然涉谈祭祀完巫谷,为内道驻祖后宫有身者王美人吉凤等,先不说诅咒有没有用,就说这玩意能随便完吗?当年汉武帝时的巫谷之祸,祖祖死了几十万人啊,果不其然,事情败露,许叶被杀,许皇后也受到牵连,废去皇后之后, 被打入冷宫,被打入冷宫总该消停了吧,文艺女青年的二进上来了,继续折腾,许皇后还有一个寡妇姐姐,名叫许米,和王太后的侄子,定灵侯淳于长钩到城间,成了人家的小三, 纯于长是个大贪官,是个搞裙带关系的高手,他把握了许皇后想东山再起的心思,让许米传话给许皇后,说许皇后想赶走,已经成为新任皇后的赵飞燕可能性很小,但他可以利用自己良好的宫廷关系,让许皇后成为总皇后,不过疏通关系需要大量的钱财, 许皇后如同溺水的人,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,忙不迭地拿出自己的私房钱,通过姐姐交到纯于长的手中,结果当然是肉包子打狗,许皇后也算是知书打理的人,不想想历史上有过左皇后的先例吗? 实在是一根筋,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,骗走了,就骗走了,但不管是许氏姐妹,还是纯于长,都低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,往往在得知这一骗局之后,找了个机会举报,骗子贪官纯于长在狱中被嚼死,文艺旅青年许皇后,被刺服毒自杀,复辟梦没实现,反悟了轻轻性命,汉书中记载许皇后的方明, 但有研究者从上书研教防用度中,气夸顾弗菩利良这一句,判断许皇后的名字是许夸,或者是夸的同音字,第二个文艺女青年是班杰鱼,班顾,班超和班昭的姑奶奶,班杰鱼善师傅,尤美德,是个才女,是中国文学史上,以词付建厂的女作家之一,就是西娅西娅的那种本体,不过诸多作品都已一诗, 现存作品仅三篇,《自伤妇》、《导宿妇》和一首五言诗《愿歌行》,这其中,最有名的是《愿歌行》,也被称作团善歌,清朝大词人那蓝信德的人生若只如初见,和是秋风悲化善,正是用了团善歌的典故,刘傲曾经十分宠爱班材女,刘傲为了能时刻和心爱的小班在一起, 还叫人特别制作了一辆很大的碾车,以便同车出游,一番好意却遭到班杰鱼的吐槽,文艺女青年说,观古图画,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,三代莫主乃有婢女,金玉童年,德无尽似之乎,古代的明君都是和明臣在一起,只有王国之君,才一天到晚在女人堆里打滚,你这样不就离王国之君不远了吗? 太后听说之后,文艺女青年的话大家赞赏,给出了古有凡鸡,金有班杰鱼的评语,把班杰鱼与春秋时代楚庄公的夫人凡鸡相提并论,好吧,话是很有道理的,但实在太沙风景,皇帝只是想讨个欢心而已,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?刘傲很郁闷,好比采了一束花送给女朋友,女朋友却说,花花草草也是有生命的,你这样不对, 虽然没有同坐好车四处闲逛,进朝顾凯之的女史侦途中,还是把班杰鱼与汉成帝一起乘坐好车的情景画了下来,赵氏姐妹出现之后,班杰鱼同样受到冷落,在躲过一场无骨的栽赃陷害后,很有自知之明的文艺女青年,知道勾心斗角不是自己的长处,她的小身板也经不起排挤,陷害的折腾, 为了避免今后的世事非非,班杰鱼选择了激流永退,她自愿请求前往长信宫去侍奉婆婆,把自己置于王太后的寓意保护之下,美貌大才女待在深宫,悄然隐退,每天天蒙蒙亮,宫门打开,她便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扫地,生活刻板而单调, 听到远处朝阳宫里传来欢乐的喧哗声,而自己只有与身影为伴,仿佛秋天被弃的扇子,孤寂中无人问津,她闲着无聊的时候,就坐视抒发孤寂的心情,她在诗中自比秋善,感叹道,心智奇玩素,皎洁如霜雪,才作和欢善,团圆似明月,出入君怀秀,动摇微风发,长孔秋节制,凉风夺炎热, 妻娟妾四中,恩情中道绝,用洁白的细卷剪裁的团善,天若诗与主人形影相随,梁秋时节,就被气质相忠,团善又称眷公善,和欢善,是当时妃嫔是女的饰品,但由于班杰鱼的一首团善诗,几乎成了红颜薄命,家人诗宠的象征,后世以秋梁团善,作为女子诗宠的典故,又称帆女善,后来,王太后和汉成帝 先后去世,班杰鱼又主动报名,去守护汉成帝的陵园,做一个守牧人,每天陪着食人食麻,帝听着松风天籁,冷冷清清地度过了她孤单落寞的晚年,文艺女青年的命运果然不咋地